住手 东妹 别怕 大夫人来了 我看谁还敢动她 姐姐 好歹我是戴家的二夫人 教训教训下人 也不行 那得看你教训的有没有道理 小颜犯错 你教训她我无话可说 可那孩子被你打成那样 你还要赶走她 那叫无理取闹 东妹这孩子心怀慈悲 同情自己的姐妹哪里有错 我们应该鼓励她 你怎么能够打得下手 大夫人 小颜那个丫头目中无人 东妹也好不到哪儿去 东妹是你硬拖过来的 东妹 我们走 这是宣战 这是宣战 东妹啊 你可以拒绝儿夫人的 还有啊 你为什么不先让我知道呢 东妹担心夫人听了生气 你不想看见我跟二夫人 吵得不可开交 但你也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有心是你扛得起 有心是你扛不起 金龙 你也一样知道吗 是 夫人 好了 替我好好照顾小颜 在她伤愈之前 不准任何人去打扰她 听见了吗 是 知道了 夫人 那 夫人 伤愈以后 小颜可不可以留在带家 为什么不呢 二夫人要赶她走 我就偏偏要她留在这儿 懂吗 懂了 懂了 大夫人 您对小颜真好 谢谢大夫人 谢谢大夫人 不对 不对 我和师父 我跟你说了 你只要教我怎么弄就行了 我自己弄 二少爷 燕窝这种东西啊 它不比一般的食材 你说你自己弄 你怎么弄得好呢 我说自己弄就自己弄 好好好 看哪 这什么都知道的 王师父 这泡好的燕窝 它第一步要怎么做 来 用这个 这是什么 拔毛 好嘞 我让你拔燕窝的毛 你拔我的手毛干什么呀 你自己不早说 你可不要怪我 真是的 你别说 这滑溜溜的燕窝上 还真有一些毛 都给你拔干净 来来来来 还是我来 别来 我跟你说了我自己弄就自己弄 拔完喽 看什么呢你们 二少爷煮燕窝喽 来 王师父 那个跟您接几根葱 好好好 自己拿啊 我 王师父 二少爷他在干什么呢 二少爷非要亲自做燕窝汤 给那个小盐吃 燕窝 对啊 王师父 这我毛儿都拔完了怎么弄啊 哦 好好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都没 好像是二少爷 他来干嘛 我去看看 二少爷 你这是 燕窝 小盐 这是燕窝啊 你等一下把它喝了 它调气对你身体好 什么燕窝啊 谁要吃这么恶心的东西啊 什么恶心的东西啊 它是上上等的补品 很贵的 贵贵贵贵贵 你就知道贵 我就是觉得越贵越恶心 拿走 我才不要喝呢 那 那我就先放在这儿了啊 等你想喝的时候再喝 不要 不要 拿出去 贵贵 拿去 你 拿去去 去 小盐 这是二少爷的一番新意 你就喝了吧 你闻闻看 很香的 去 他要是希望我早点痊愈的话 就赶快从我面前消失 什么都我活活被他气死 小盐 你 那我先端走了 我明天再来看你 哎 不必了 下次 你要再敢踏进我房间的话 小心我那扫把把你赶出去 小盐 二少爷 请你现在立刻离开 那我走了 你别生气啊 哈哈 嘿嘿 等等 原来是二少爷啊 您这夜窝 是给小盐的 是啊 小盐又服了 你这是什么呀 这是小的我 给小盐做的葱花汤 葱花汤 这是小盐最爱喝的 是吗 让我看看 什么呀 这清汤连点内容都没有的 能喝吗 是 小爷呢一向不爱吃油腻的 所以我就没有放油 就放了点葱花在里面 得了吧你 他连我这燕窝都不爱喝 能喝你这清汤啊 行了 进去吧 进去吧 是 二少爷 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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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去 是我 丁龙哥 帮我把这碗汤 来给小爷喝 什么东西啊 葱花汤 葱花汤 快拿给我 快拿给我 慢点 慢点 烫 小爷 慢点喝 别烫着啊 你知道烫 下次还不穿凉了再拿给我 是是是 我下回改进 下回改进 骗你的 葱花汤就是要烫才好喝嘛 那么难伺候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什么意思了 那句话 我 我说什么话了 你说啊 你跟小颜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哥们儿 是是是 哥们儿嘛 娘 你找我 舘儿 你娘今天被大娘羞辱了一对 怎么会呢 她当着我的面 赏了猪儿一个耳光 你说 这口气 我怎么咽得下去 娘 大娘怎么会这么做 是猪儿犯了什么错吧 猪儿能犯什么错 她只不过照我的意思 把小颜赶出去 你大娘就跟我冲起来了 娘 你要把小颜赶走啊 是啊 难怪大娘会这么做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说什么 娘 我真是搞不懂了 你为什么处处要刁难小颜 她都已经那么可怜了 都已经伤成那样了 你还不肯罢休 你要把她逼到什么地步 你才甘心哪 你的这种做法 别说是大娘 就连我都无法沟通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中邪了吗 你居然心疼一个丫鬟 不心疼你的亲生母亲 还帮你大娘说话 这和大娘无关 我就讲究一个李子 李在谁那边 我就支持谁 照你这么说 是我在屋里取闹了 桃儿 我在这个家 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你 但在你眼中看来 都是个笑话 是这样吗 娘 我现在不想跟你扯这些 总而言之 谁要是赶小颜走 我是第一个出来反对的 你 娘 这次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平时什么话 我都可以听你的 唯独小颜的这件事情上 大娘是对的 你是错的 娘 就算是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小颜吧 也别再和大娘作对了 桃儿 桃儿 为什么 明明犯错的是她 为什么大家的心都想着她 连我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都护着她 这是为什么 我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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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不错 二夫人 不妥大人 真抱歉 让您跑一趟 哪里哪里 夫人您找我是 请坐 好好好 小子自己来就行了 没关系 难得为大人服务了吗 谢谢 谢谢 来 请用茶 我说捕头大人 我这个人的个性呢 一向都是直肠子 一向是有话直说 夫人 您太客气了 我是想请问你 关于那毒包子的事情 是怎么回事 夫人 您的意思是 我听说 好像跟我姐姐有关系 您说大夫人哪 除了她还有谁 二夫人 您说笑了 这件事情 怎么会跟大夫人有关系呢 没了事啊 可是我听说 这件事情除了我姐姐以外 好像跟她旁边那个丫鬟 都没有关系 您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呀 大人是领事大人 领事大人 怎么 您不相信 不不 夫人 您说这些 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也没什么 您都跟领事大人说过了 说这个事情是严小瞒 自己捏造的 我还能说些什么呀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我们老爷子拿毒包子喂狗 是因为心疼那条狗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那万一颜小瞒的指控是真的 这毒包子是从代家流出去的 那还得了 这万一 这万一 万一什么呀 万一 我老爷跟我姐姐 他们都是无辜的 比如说是个下人 像东梅那样的丫头 拿毒包子去为了你条狗 引发了一凉串悲剧 那明说这个严小瞒 不就太无辜 太冤枉 太可怜了吗 再说 要是领事大人 知道这件事的话 不知做何感情 夫人 领事大人 他不会真的知道这件事情吧 只要我不说 他当然不知道 那夫人您的意思是 可恶 这二人夫人是铁打的吗 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 把小蛮给救出来 要不然早晚 会被二夫人给整死的 才马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凡事三思而行 谋定而动啊 小蛮现在连路都不能走 怎么把他救出来 再说因此惊动了二夫人 唯一认出我们 那岂不是更糟 而且 这代价门禁森严 也未必肯让你进去啊 对啊 我管他什么门禁森严哪 天大地大 你娘亲最大 小蛮是我的养女 我一定要尽大家不可 哎呀 妹子 你赶紧劝劝他吧 是啊 妹子 好了 别再劝我了 小蛮为了小雷小玉 吃了多少苦啊 他现在被二夫人折磨成这个样子 你说 我这个做娘的 能不想万发吗 那个 这 拜托你们 这两个孩子 就托你们照顾了啊 可是 这 你们放心 母亲探望女儿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谁敢拦我 就算拼了老命 我也一定要把小蛮给救出来 来 慢点 来 小心 小爷 你看着 伤都还没好 怎么这么快就下床了 我是想下床走一走 争取让伤赶快好 更何况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对吧 大少爷 既然你这么坚持的话 那就随你的愿吧 小爷 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 我帮你去拜 没关系的 很多事情 只能我自己做 哦 谁啊 巡捕帮的猪捕头找你 请问 猪捕头找我有什么事吗 不光是猪捕头 还二夫人 你快开门 大少爷 那小言就交给你了 好 你去 快一点啊 来 来了 怎么办呀 不能让猪头四发泄了 来 你 你怎么 嘘 别出声 你怎么那么久才开门呢 二夫人好 猪捕头好 有个小丫头胆大包天 竟敢打伤二少爷 她是不是在里边啊 可是 让开 你别可是了 让开 大少爷 二娘猪捕头 你们来了 有事吗 猪捕头听说有个丫头 打伤你弟弟 特地来关心一下 想看看这丫头 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 猪捕头如果 想关心一下小言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天儿有一个建议 二娘 还是请您先过来看一看吧 她伤得很严重 而且差点把命给赔上了 猪捕头 就算这丫头犯了点什么错 我二娘都已经叫人 把她鞭打成这样了 这种惩罚也该够了吧 小颜现在正昏迷不醒 我娘交代过了 任何人不准打扰她 如果猪捕头真的想 关心一下小颜的话 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 恐怕还得问一下 我娘的意思 不用不用了 大少爷 我只是顺便过来 看一下 既然这丫头伤得这么重 就不必打扰大夫人了 二夫人 要不 我先走了 走 他们走了 你 刚才是我不对 如果你想动手的话 那请便吧 你知道吗 刚刚站在这里的那个女人 就有可能是 害死我弟弟妹妹的凶手 你真应该让我 面对面地问她 哪怕会被猪头死带走 我也还是要问她 为什么要害死我弟弟妹妹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感谢你 还是该恨你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的家人 相信他们不是凶手 我办不到 我知道你办不到 可希望到时候咱们不要反目成仇 小兄弟啊 我是小颜的娘 麻烦你们开开门 让我进去看看她好不好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走走走走走 拜托了拜托了 我是她的娘啊 我要见她 你们开开门好不好啊 不行不行 快走吧 小颜 小颜 妈来看你了 妈来看你了 快走 来来 车要出来了 小颜 我来啦 站住 小颜 干什么呀 放开我 出去 放开我 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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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快让我进去 快让我进去 这位伯母 您是 我是小颜的娘 我来看我女儿的 可是 他们不让我进来 伯母您快起来 您没摔伤吧 没事 没事 等下去 是 你叫我伯母 我认识你吗 伯母 您不认识晚辈 但是 晚辈认识您的女儿 真的 你认识我的小颜啊 那 您可不可以 带我去看看她 当然可以了 请 好好好 好好好 小心点啊 二少爷 二少爷 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 把我的女儿 带回家呀 小颜有她的自由 您当然可以这么做 可是以晚辈的建议 小颜这次受 这么重的伤 我们得请最好的大夫 给她医治才行 等她痊愈了之后 再离开会比较好 那 那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如果带她走的话 就 就对伤口不好啊 嗯 是这样 嗯 嗯 那 那我可以留下来 照顾她吗 当然可以了 这次小颜受伤 我们代家应该负全部责任 伯母 您要想留下来 留下来多久都可以 哎 啊 好好好 好好好 那 那咱们进去吧 好 哎 哎 哎 二少爷 您不一块进去啊 哦 哦 小颜姑娘她不让我进去 嗯 哦 伯母 我那边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哎 好好好 再见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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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啊 我的好女儿 你受苦了 嗯 才妈 哎 哎 来来 才妈 小心啊 才妈 你怎么来了 我好想你啊 才妈也好想你啊 嗯 你知道我这两天 吃不下也睡不着 才妈想死你了 对不起 哎呀 傻孩子 你说什么呀 啊 小门啊 才妈打算把你救出去 嗯 可是你现在受伤了 所以我想在这里多陪你几天 等你伤好了之后呢 咱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啊 啊 我不想走 嗯 嗯 为什么 才妈 自从上次二夫人打完我以后 我心里就一直不服气 所以我决定留下 一定要查出他们代价的罪证 哎呦 你看你都伤成这样了 你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还 还怎么跟人家斗输赢呢 好好好 这件事情啊 我们以后再聊啊 哎 才妈去煮碗粥给你喝 你先休息一下 哎 才妈 你怎么了 啊 我 没事 我没事 你是不是受伤了 都是我不好啊 我脾气太坏了 所以 才把人家给得罪了 没事 我去煮碗粥啊 才妈 哎呦 你好躺着 哎呦 没事没事 哎呀 你躺下躺下 才妈 你的伤疼不疼啊 不疼 我没事 没事啊 对不起 都怪我 哎呀 你怎么这么说呢 对不起 才妈 没事了啊 不要担心啊 好 好 进来吧 啊 哦 夫人 小燕的妈来了 哎 我把你找来 要跟你商量个事 哎 我想 把你留在大夫 啊 啊 啊 叫我留下 对 我听东梅说 你的厨艺很不错 所以我想把你留在这里 当厨娘 再说了 小燕现在和东梅一起伺候我 你说什么 你也要留下来 嗯 嗯 开什么玩笑啊 你想想看 我可以同时一次领两份工资哎 哎呀 不留下来 岂不是对不起自己吗 等等等等 你说两份工资的意思是 我也要留下来 嗯 那当然了 哎 大夫人可是因为你才让我留下来的 哎 你也太离谱了吧 你不是来带我走的吗 嗯 还说什么 容易丢了小命啊 这里危险啊 喂 现在我留下来就算了 你怎么也留下来 太危险了才骂 哎呦 你别急 你好好躺着 听我说 你想想看啊 咱们既然决定留在上海滩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这万一每天要在外面招摇的话 哎呦 早晚要被那个猪头四啊给看见的 所以呢 我想了又想 哎 哎 你知道吗 在什么地方呢 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呃 你的意思是 嗯 对了 就是这儿 代家 那个猪头四啊 它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不会想到咱们会躲在这里 对吗 所以呢 不但如此 我们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呢 在这里好好地找出凶手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举数得呢 是啊 你说的话呢 非常有道理 嗯 可是我觉得呢 嗯 你留下来 还是为了那两份工资 闭嘴 你可别臭我后腿啊 嗯 好了好了好了 哎 小白啊 嗯 你是不是觉得才妈决定留在这里 是个好主意呢 嗯 是的才妈啊 实在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意 嗯 真的啊 因为我知道你是见钱眼开 嗯 去 杨总管 找到颜小蛮的行踪了吗 嗯 回夫人的话 我已经动员了所有的关系去找 但是 没有找到 哎 哎 上海潭一共就那么大 他能躲到哪儿去 哎 夫人 我看 还是算了吧 说不定 他早就离开上海了 就算他离开了上海 也要知道他的去处 夫人 您这是何苦呢 啊 嗯 因为我不仅希望找到这个人 我更想找回自己的良心 你明白吗 啊 我明白 夫人 我一定会尽力再去找他 嗯 夫人 小爷的妈妈想见您 请他进来 请 莫嫂 好 夫人 怎么样 你考虑好了吗 嗯 我跟小颜决定了 我们决定留在代家 嗯 太好了 嗯 请夫人多多照顾 不必客气 杨总管 带他去厨房 工资从幽 好的夫人 走吧 大少爷 嗯 看来你已经好多了 是你啊 我听我娘说了 你娘要过来当厨娘 这样以后你们母女两个 相互有个照应 我也就放心了 是啊 你就不怕我娘这个时候来找我 是为了要跟我一起查出凶手吗 我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我说过 只要我们代家问心无愧 就不怕你查 只要你不把我的身份说出去 我一定会把证据摆在你面前的 我知道 你一直想要我去自首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不可能 因为现在摆在我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就是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而且绝对不会放弃 够了 小霞 颜小蛮 你根本不知道 戴律师为你承担了多少风险 小霞 别说了 颜小蛮 或许你可能还不知道 戴律师为你承担的 还不止是这些 如果你留在代家的事情 被代家的老爷夫人发现了 他们一定不能够原谅他的 或许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其实戴律师他 他不是代家的亲生儿子 他只是代家的养子 二夫人一直处心积虑地 想把他赶出代家 让他一无所有 如果你再继续留在代家 就是摆明了危害戴律师 到最后 你真的会害得他失去一切的 够了小霞 别说了 温天歌啊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别听他的 温天歌 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啊 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 小霞 小蛮该休息了 我们也该走了 颜小蛮 我也希望你能够查出真相 救出凶手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 小霞 我让你别说了 走了 可是 你放开我 你把我弄疼了 你刚刚在那个地方 那么多话干嘛 我说这些 也是在替你打抱不平 你怎么反过来责骂我 小霞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不用你插手 你 我只是希望 你别像一个傻子一样 整天只知道为别人着想 到后来 到后来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 我走了 小霞 小霞 听杨总管说你来了 你这孩子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呀 你哭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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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好 这样吧 快开饭了 要不然你跟我们一块吃饭吧 不了夫人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小霞 小霞怎么了 你欺负人家了是吗 小霞从小就喜欢你 给你当位数已经很委屈人家了 你还欺负他 娘 行了 不用解释了 我跟月叔啊都急坏了 我想问问他 到底想不想嫁给你 我们也可以托人去提亲呢 小颜 我来是想问你 刚刚月小姐说的 是不是真的 为了我 你有可能丧失律师资格 还有可能被逐出代价 没这回事 小颜 你伤还没有好 赶紧回去休息吧 别让自己太累了 不 我不能走 因为我一定要问清楚 好确定 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代家 什么意思 如果二夫人 一直存心想找你的麻烦 甚至处心积虑地想赶你走的话 为了不让你为难 我愿意离开代家 那离开代家以后呢 你不打算追查凶手了吗 追查凶手的事情 我可以另外想办法呀 但是 如果你因为我受到牵连 我会觉得特别不安的 你不用担心我 我不会有事的 反倒是你啊 你既然下定决心要查出幕后的真凶 我倒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不要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可是 如果凶手真的是你二娘 那怎么办 我只希望凶手不是我二娘 也不是代家的任何人 那如果真的是她呢 如果 真是她 我只能请求她的宽恕 请她坦然接受法律的制裁 也请求你的宽恕 请求我的宽恕 不是吗 因为到那个时候 我就不能再当你的律师了 我没有办法在法官面前 控诉我二娘的罪行 我真的做不到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是我错怪了你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 你不去寻补房检举我 是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的 我一直讨厌你 以为你的善良 只是一种廉价的同情 以为你的正义 只是一张道貌黯然的面具 没想到我真的错了 而且还错得这么离谱 小爷 其实你不用说这些的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是吗 有谁会这么笨 会选择一条 只会毁灭自己的路 你所做的这一切 不都是为了保护我吗 彼此彼此 你做的一切 不也是为了保护我娘 保护我 否则的话 你也不会伤成这样 好了 我们现在算是扯平了 互不相见 那不叫扯平 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可是你不一样 你是一个律师 你有良好的社会地位 你有良好的社会声望 你失去的 要比我多得多啊 比你多出的这些 恰好是我不在乎的 我不管你在不在乎 反正我不想欠你这个人情 你放心吧 我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会继续流查 追出真凶 不管结果如何 只要有一个定论 我就会立刻离开代家 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的 带律师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真的谢谢 带律师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真的谢谢 天儿 去吩咐杨总管 这堵墙上不止点盆挤 要素压点的 娘 您这是 有人把它想象成一把刀 我偏要把它变成一道风际 而且总有一天 我要把它给拆了 一日子 这句话怎么回事 商人 那是大夫人叫杨坐管放上去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搞个棉纱场 又并了我的仓库 我柱了一道墙 他居然在上面栽花 生了一个儿子 竟然差点跟人家走 那个臭女儿 以为可以占你我便宜 走着瞧 今天呢 把这个代价的全体下人们 集合在一起 要跟大家开个会 你们也都看见了 院里那道墙啊 已经住好了 从今往后呢 东乡归东乡 西乡归西乡 大夫人 二夫人 所属的仆人 没有允许呢 谁也不许月墙半步 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都大声一点 明白了 这样的话 我这个护院到底是 是保护东乡还是保护西乡啊 我可不想天天拔枪 进路 你 老爷 请 老爷 您上哪儿啊 老爷 你管我去哪里 好好一个家 被两个女人搞成这样子 怎么待呀 快跟上 快跟上 是是是是是是 快 是 老爷 您请 老爷 走 老爷 要不要等一下他们 等什么等啊 甩开他们 好 是吗 我们在乌方上 您不应该 这是 啊 呢 你叫我 你赶紧下来 小爷 你的伤好点没有啊 你个小猴子 你赶紧给我下来 你赶紧下来 干什么呀你 没看到我在干活吗 谁叫你不理我 说我是猴子 你太献献了你 你 走开 东梅 过来 东梅 跟你商量个事 我的房间啊 需要整理整理 我想找个人 去给我整理房间 我想叫小言 去给我打扫 当然没问题了 小言 当然有问题 我这儿都还没干完呢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要虎头蛇尾 这个道理你们都懂的 小言 这儿人手都够 二少爷既然叫你去 你就去吧 东梅姐 你 你可以叫其他人去啊 不行 就是你 你最合适 那你就去吧 可是我是 大夫人房间的丫鬟啊 二少爷 我去您的房间 会不会有一点点的 不合适呢 一点点不合适都没有 我是主人 什么都得听我的 你不是我的主人 我是 小言 二少爷当然是我们的主人 你不能拒绝他的 快点去吧 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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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这下来 你下来 这下跟我走了吧 急什么呀 是呀 老爷能去哪儿 不就是古董弟 不就是古董弟 可是夫人 潜伏在家里的内贼 还没抓着 咱们可不能调女轻心 我是替老爷的安全着想 这点你放心 老爷身边的秘书 可是我精挑细选的 又是我的远房亲戚 他会照顾好老爷的